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你脖子上有抓痕 说明和你老婆solo的就是你 第三 你这个锄头果断出卖了你 你说你下地回家就发现妻子上吊了 难道你看到你老婆上吊还会把锄头拿回家摆好pose先吗 第四 你自己瞅瞅这个凳子的高度 来来来 你给我演示一下板凳这么矮怎么上吊 难道先来个引体向上把脖子往防粮上套吗 第五 这一点是你最大的破绽 来人 把镜头回放一下 他已经上吊了 看到没 你他妈刚刚哭的也太假了 大胆周二 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案子干破 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群众对我的个人崇拜 外面忽然进来个牙医说 来了一道圣旨 原来朝中有人接连搞了好几件大事情 首当其冲的就是突厥人派了义和的使团被人一波团灭 接着有一只假的使团面见了武则天陛下 他们骗了陛下一堆赏赐后迅速开急跑逃走了 最近几年我天朝和突厥人一直闹别扭 三天一大打 两天一小打 剩下的双休日还要互相对喷起去 现在突厥人主动示好 本来是个好消息 可是使团这一死 我天朝肯定得背锅 突厥人还不得立马咱们怒气给我们干仗啊 另外 原本被刺婚给突厥老大的一阳郡主 遭人袭击下落不明 还有一件事 是位于长安城某处的一个土窑 失了火 关押在窑子里的一个叫刘金的犯人也生死不明 这个犯人虽然暂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不过看样子皇帝很重视这个犯人 简单说就是案子很棘手 皇帝手底下那些水货们搞不定 于是招我回长安处理烂摊子 维护世界和平 拯救天下苍生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话说使团被刺案有且只有一个活钩 那就是护送使团的护卫队队长李元芳 朝廷认为他是勾结匪徒的内应 以及发布了悬赏通缉令 不过我却认为他只是个无辜的背锅侠 原因很简单 他也是主角啊 他也是主角啊 好吧好吧 原因是听说他被通缉后 又在幽州境内犯下大案 接连杀了十几个官兵 这非常不合逻辑 一般人犯事后都会躲起来 甚至会做走私船先离开大洲 再转到越南缅甸了 我这刚在给案件做PPT呢 李元芳就跑来跟我玩了个猜猜我是谁的游戏 废话 现在整个网上谁不认识你啊 不过我还是小鹿了一手 仅从他的动作体位 以及穿着打扮就猜出了他的身份 李元芳立马被我的机制震惊了 从此走上了当我小弟的不归路 他给我描述了一下使团被杀的经过 简单说就是遭遇了不明汉匪袭击 杀手的头头覆舌 留下了一方戴logo的手帕 没想到这个杀手的仪式感还挺强 就在这时 外面忽然来了个钦差说有圣旨 圣旨的意思是让我连夜随他们进京 我从他们的衣着以及口音发现 他是个假钦差 于是我将计就计 让李元芳送他们上了路 讲道理 我的行程应该是严格保密的 可是据李元芳说 是有人指引他过来找我的 而且这些刺客也知道我的行踪 我瞬间明白了 他们是想把我和李元芳同时杀死 然后让外界以为我是被李元芳杀害 而李元芳借着被赏金猎人捡人头的假象 对方能搞到我的行踪 说明肯定在皇帝身边安插了内奸 我只好和李元芳悄悄回长安 而且还得找机会偷偷见陛下 回到长安后 我首先逛了趟窑子 在现场 我找到了残留的一块小布片 对比后发现 就是和腹蛇的手帕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使团被杀案和窑子案是同一个凶手 我和元芳开启了相手模式 在他超强的捧根助攻下 我推断凶手就是为了把窑子里的刘金 通过假冒使团运出去 接下来 我找了个机会和皇帝在寺庙里偷偷优惠了 妹娘告诉了我刘金的身份 原来多年前岳王想要反心复命 反周复堂 他又拉又骗的抓了一堆人开了个会 然后用参会人的名单 要挟他们跟着自己一起造反 后来岳王造反失败 名单落到了幕僚刘金的手里 刘金这些年还拿着名单到处搞事情 皇帝搞刘金 就是为了拿到名单 作为一个神探 不定的破案期限是很没有逼格的事情 于是我和皇帝担保在13级剧情内 我一定能破案 妹娘听后很高兴 她命我为钦差全权处理 还把自己的牵牛卫统领虎敬辉 调给我当了保镖 几天后 我带着李元芳 虎敬辉两个小跟班来到了幽州 在幽州城门口 我发现好几个老幼妇孺都被绑了起来 也不知道出了啥事 反正感觉气氛怪怪的 话说每部剧都会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店小二 于是我召唤了店小二NPC 问了一下情况 小二说 昨晚附近的大柳树村村民发生了暴乱 刺史大人抓不着暴民 于是把家属绑起来 搞钓鱼执法 虽然这事和我要查的案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我还是决定去大柳树村看看情况 毕竟是NPC透露的消息 没准有啥隐藏任务也说不定呢 我跑到大柳树村一看 诺大的村子已经没剩几个人了 村民赵老四告诉我 他们造反都是因为官府 侵吞了上面拨给他们的银子 还无故没收了他们的田地 看来我得从神探客串一回纪尾了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在旧寝的时候 差点被一条蛇吓尿 虽然觉得奇怪 我也没太上心 第二天 我带着虎敬辉继续考察民情 在乎叫陆大友的农户家 顺手救了一个叫李二的年轻人 小伙子中了猛烈的蛇毒 你们可能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我的医术会这么高明 其实我大学念的就是临床医学专业 我的真正废号是神医敌人节 破案真机那都是平时的兴趣爱好 我发现陆大友家过得非常清贫 他说主要是因为官府把山给封了 不让他们进山打猎 而且他还说附近有个凭空出现的镇子 这镇子经常闹鬼 凡是去那的人都失踪了 开玩笑 我敌人节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平时段案靠的是缜密的逻辑 科学的判断 这事实上除了色鬼以外 我才不相信有什么别的鬼 正当我还在琢磨是咋回事的时候 外面突然闯进来几个官兵 二话不说就给我扣屎门子 说我是窝藏反贼的刁民 我心想你们来的正好 我刚想找你们头头幽州刺史算账的 没想到刺史方谦也是个没眼力的二伙 我身上的王八之气这么明显 他都感受不到 还在我面前要五喝六瞎嘚瑟 我把圣植请出来成功扮猪撤了回老虎 你还别说这种俯视终身的装逼 还真有点快感 第二天我直接对刺史方谦发难 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鸭子嘴 降得很 更没想到的是 我把大柳树村赵老四传来问话 他居然当众反水 否认之前说方谦的那些罪名 场面顿时略有点尴尬 看着方谦得意的嘴脸 其实我在心里也笑了 因为我是故意打扫金蛇的 毕竟我也没拿到他的犯罪证据 只有激怒他 他才有可能露出破绽 随后我立即派圆方 把大柳树村所属的三河县县长 带了过来 侵吞朝廷发给村民的公款 就是他干的 这家伙倒是很光光的直接承认了 但是他却不肯招出其他人 我敌人杰号称顶着啤酒肚 肚里全套路 于是我略施小计 让方谦怀疑县长已经招供 逼他狗急跳墙自杀县长 然后我再派圆方救下了他 县长果然对同伙心灰意冷 对我的问话松了口 哇靠存在天什么呀 天上人间还是天天向上 你倒是说清楚啊哥 不过不管怎么说 方谦的罪名是坐实了 当晚方谦孤注一掷 打算要我小命 可惜他还是太养太奶衣服了 我身边带了李元芳 胡静辉两个武力值爆表的bug 结果他不仅行动失败 而且还被人暗杀了 可是我却发现他的尸体有点不对劲 仔细一看 没想到他脸上还敷了层海藻泥面膜 原来他压根不是方谦 是别人顶替的假自使 过不久 下属又跟我汇报说 优州的千万两酷银 不翼而飞了 而库房外面重兵把手 压根没有机会运出去 这也是怎么回事呢 连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俗话说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很快 我找到了答案 原来对方是通过挖地道的方法 把银子运出去的 当然这多亏了我大学时候 选修了土木工程学 随后我还在地道密室里 发现了真正的刺史方谦 你问我怎么知道 这就是真方谦 因为我比对了他和当时 录取通知书的手印 人虽然是真的 可他还有另一种身份 原来他就是刘金 或者说方谦和刘金压根是同一人 我之所以有如此判断 是基于以下期点 首先我在密室发现他的时候 他说自己被关了三年 而我在和他打嘴炮的时候 各种问题他的对答处理毫不迟疑 我平时正常说话都会大舌头 他一个被关三年的人 居然讲话如此利索 凭什么 此事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 另外他说被困在密室三年了 我问他有没有听过外面有脚步声 他竟然说没有 刚刚说了 外面的地道是用来搬银子了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他不可能听不到 所以他是在撒谎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福利有个下人被毒蛇咬死了 伤口在脖子上 而不是正常的脚踝或者腿上 也就是说这条蛇是被人驯养后攻击人的 后来胡静会又遇到毒蛇 他拿给我一条 这一蛇我竟然见过 正是之前晚上睡觉见到的那条 我忽然想到腹蛇这个人 我估计此人是处女座 他每次行事都会有一条蛇开到 搬完事还会强迫性的丢一方手帕 我断定腹蛇一直就在我身边 而且和方千一直暗中联络 联想到刘金被腹蛇从窑子里接走 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方千就是刘金 刘金就是方千 我好像还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对没错 我不仅识破了方千的身份 而且我还知道了腹蛇究竟是谁 因为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见到那条蛇 身边只有李元帆和胡静会两个人 后来有人为了打消我的怀疑 故意把蛇杀了 拿给我看 可是他不知道 我早就见过这条蛇 他这种行为 在我眼里看来 是典型的预感迷章 自己暴露了自己 没错 腹蛇就是 算了你们肯定也知道了 反正不是元帆 当然 我之所以判断胡静会就是腹蛇 还有好几个原因 比如当时三河县县长被人暗杀 从暗器的角度来看 只有胡静会能办到 另外大柳树村赵老四 当时在公堂上反水 后来又偷偷告诉我 是胡静会威胁他翻口供的 说到这 我就要批评一下胡静会同志了 你说你每次行动 戴个帽子不挺好吗 这回怎么乍乍乎乎 搞起露脸直播了呢 讲道理 我的内心是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 你知道 在我的心里头 把你和元帆 都当做我的亲生儿子来看待 虽然我把胡子刮了 和他年纪看起来差不多 不过我说的话绝对发自肺腑 所以我把他放了 当然主要是因为 他是前朝礼堂的后人 使团按姚赞凶手腹蛇 已经被我找到 可是很明显 他还不是幕后黑手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浮现了出来 那就是我在大柳树村 救下的年轻人李二 我的手下把李二随身配他的戒指 拿给我看 此戒指非同小可 他是突厥老大 极力可汗的性物 戒指上面是一只鹰 脚踩三只狮子 俗称吉利全球鹰 元方说他的突厥话 早就过了专业八级 于是我拉着他去找李二问个究竟 李二很光棍的承认 他就是突厥的皇帝 吉利帝豪 难怪我老是感觉 他的身上隐隐散发着霸王色霸气 从吉利可汗那里 我终于搞清楚了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突厥国内分成两派 一派主战一派主和 主战派联合天朝的反贼 杀了义和使团 他们还在突厥国内 发到了秘密政变 想杀死吉利可汗 然后把锅全部摔给天朝 吉利幸运的从突厥逃了出来 但是他也很苦逼 他本来想去长安求助武则天 结果经过幽州的时候 又被这边的人追杀 原来幽州是天朝反贼的大本营 他们必须杀死突厥皇帝 要不然主战派找不到出兵的借口 反贼这边的计划是 救出手握造反名单的刘金 然后假冒使团把刘金送出来 袭击郡主应该是为了 在案发后躲过牌场 有了名单后 他们就可以联络上面的人一起造反 到时候加上突厥大军 他们确实可以搞票大的 案子是搞清楚了 可是反贼肯定还会搞事情 就是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这天朝阳区村民向我们提供消息 之前被封的山上 发现了巨大的矿洞 我一眼就断定 反贼是在矿洞里炼制兵器 毕竟我大学时还旁听过野精专业 我们查看了矿洞 以及传说中的鬼阵 成功找到了失踪的村民们 顺便还追回了损失的千万两库银 意外的是 郡主竟然也在矿洞里 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 郡主在敌后的生活过得还挺滋润的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反贼同抹金木兰的尸体 我一看这个金木兰肯定是假的 原因很简单 铠甲穿在他的身上非常不合身 换句话说就是罩杯不服 没过多久 我的小弟在追查库银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有个叫天保的银号 最近频繁受过粮食 这很明显是在为造反做准备 原来当时三河县县长说的天什么 指的就是天保银号 于是我派人拿下天保银号 获取了对方的行动计划 本来反贼行动的时候 一切尽在我的掌控 眼看着就要大功高尘 郡主突然报喜相对我不利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幕后老大 金木兰 万万没想到我 哎 郡主其实是前朝礼堂的后人 而我又是大唐的死忠派 所以压根没有对他防备 不过我并没有出什么意外 关键时刻 我在之前认得儿子虎敬辉救了我 但是他却牺牲了自己 原来他和金木兰是一对 他所做的一切 除了本身和武则天有深仇大恨之外 全都是为了眼前这个 一心想当女皇帝的金木兰 我不想让前朝郡主会长安受辱 于是赐他独酒一杯 自我了断 自此震惊朝野的尸团被杀案 终于可以结案 我叫金人杰 我的真实姓名其实叫 大家好 今天诚子给大家爆料一个淘宝购物的秘密 其实啊 绝大部分的淘宝商品 都是有隐藏优惠券的 商家一般是为了充销量充排名 发放隐藏的优惠券 等他销量起来了 就会取消了 那么要怎么领取大额的优惠券 以及获得返利呢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优惠返利机器人 首先我们需要微信添加 这个机器人为好友 如果添加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演示 比如我今天需要购买一个洗面奶 我们就给机器人发送搜索洗面奶 注意是搜索两个字 再加上你想要的东西 想要洗面奶就输入搜索洗面奶 机器人会把有优惠的洗面奶信息 反馈给我们 我们点一下机器人发的链接 就能看到很多洗面奶的优惠券 以及优惠力度 那么层次平时用尼未亚比较多 所以我们点击领取尼未亚的 这个15块钱优惠券 点击一键复制 随后我们打开手机淘宝 就会自动弹出 刚才我们所领的尼未亚的优惠券 点击立即查看 随后就可以用34块钱的优惠价格买下来了 如果说机器人推荐的宝贝 没有我喜欢的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打开淘宝 进去随便搜索产品 比如说数据线 咱们点销量优先 因为往往销量很高的东西 质量都不会差 比如排在第一的宝贝 它是9块8包邮 咱们可以点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再点复制链接 再退出去 点开咱们的机器人 把刚才咱们复制的链接粘贴进去 那么机器人就会自动搜索出 这个产品有没有优惠 咱们把机器人发送给咱们的消息 复制一下 再退回去 打开手机淘宝 点立即查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本来是9块8 已经很便宜的数据线 咱们现在可以以6块8包邮的价格 给它买下来 是不是很划算呢 赶快通过添加视频下面的二维码 添加机器人 省钱就是赚了钱哦